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神木如电 欠债必还 故事发生在隋朝 在晋州城有一个名叫张善佑的人 他非常善良 而且喜欢帮助人 他的妻子李氏则完全相反 他非常小气 喜欢占别人的便宜 这对夫妇没有孩子 但生活却很富裕 他的邻居有一位名叫赵婷玉的人 家里非常穷 有一天 赵婷玉的母亲去世了 可是因为穷 没钱安葬母亲 他知道邻居张善佑家很富有 所以就打算偷他们的银子 先把母亲安葬了 到了晚上 张婷玉在邻居家的墙角挖了一个洞 偷了五十两银子 就这样 他安葬了母亲 但是他越来越觉得良心很不安 他想 我偷银子是因为实在没有钱安葬我的母亲 如果我今生无法偿还这笔亏欠 那么我必须再下辈子偿还 第二天早上 张善佑发现他家的角落有个洞 他马上检查银子 发现少了五十两 因为他很有钱 所以也并没有太在乎 同时他又想 也许是我欠了谁的 这样也算还了一笔债 可是他的妻子可气坏了 说 这么大一笔钱 可以给家里添置很多东西 你怎么能就这样放过这个贼呢 正在他们夫妻俩为此事争吵的不可开交时 一个和尚敲响了他家的门 张善佑马上开了门 和尚道 对不起 打扰了施主 我是从五台山来 因为要重修寺庙 所以一路上化缘来到这里 随即 张善佑把和尚请进屋里 和尚说 我现在已经收到别人施舍的一百两银子 我还要继续化缘 这么多银子很难带 听说你是个好人 所以想把银子暂时存放在你这里 等我化缘结束就来娶 张善佑马上说道 好好 一定帮忙 张善佑拿着银子到李屋交给了妻子李氏 然后对和尚说 我把银子交给了妻子 如果你来娶时我不在家 就问我的妻子要吧 和尚离开后 李氏看到这么一大笔钱 心中暗暗欢喜 他想 虽然被抽走了五十两 但我现在有了一百两 和尚的钱不仅可以弥补我损失的银子 而且我还多得五十两 他开始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把这些银子占为己有 几天过去了 张善佑决定到冬月庙烧香 临行前 他对妻子说 我走后如果和尚回来取银子 别忘了交给他 李氏说 我会的 张善佑走后不久 和尚真的就来取他的银子 可李氏却说 善佑不在家 我这里也没有银子 你记错了吧 走错人家了吧 和尚道 前些天我来你家交给你丈夫一百两银子 临走时 他说交给你保管 你为何骗我呢 李氏财迷心窍 发起了毒誓说 如果我说谎 我就下地狱 然后他砰了一声 就把门关上了 和尚实在没有办法 就走开了 他想 我跑了很多地方请人捐钱修建寺庙 你拿走了这笔不属于你的钱 你要遭报的 一个星期后 张善佑回来了 问起和尚来取银子的事 他的妻子骗他说 放心吧 你一走 和尚就把银子取走了 张善佑说 太好了 这下我可以放松了 两年后 李氏生了一个男孩 夫妻俩十分幸福 孩子出生后 家里的财富增加了许多 五年后 家里又添了一个儿子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两个儿子就长大了 大儿子从早到晚很辛苦 但自己却从不乱花一分钱 小儿子则恰恰相反 他终日酗酒赌博 每天把钱财从指尖流过 有一天 要债的人就找上门来 向他的家人讨债 张善佑是个老实人 有责任感 不管哪个来讨债的 他二话不说 立即付钱给他们 但时间久了 他发现大儿子工作很努力 可二儿子不但很懒 而且还要花钱 好像是只为花钱而活着 于是 他决定将自己的财产分为三份 两个儿子各一份 他和他的妻子保留了一份 二儿子当然很高兴 可不到一年 他就把他分的那份花光了 随后 他就来向父母要更多的钱 可很快 他又花光了父母的钱 接下来 他又去找哥哥要钱 哥哥因为工作太辛苦 结果病倒了 眼看着老二花钱如流水 父母又气又担心 让他们不理解的是 老大工作那么努力 心而好 都快累死了 老二无恶不作 却身体健康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 大儿子去世了 夫妻俩非常伤心 老二看他的兄弟去世了 便接管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李氏悲痛欲绝 每天一泪洗面 不久就死去了 几个月后 二儿子也死了 张善友一生心地善良 喜欢帮助别人 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和妻子都去世了 为了缓解心中的悲伤 他经常去冬月庙烧香 他跪在泰山神的向前 说道 我一生以善待人 我的妻子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 孩子们还那么小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呢 请大发慈悲 让我知道原因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他祷告了很久之后 就大哭起来 随即倒在了地上 这时一位神的使者出现了 并告诉他说 阎王想要见你 张善友道 好 我正要找他说话呢 他随着使者进了很大的一个殿堂 阎王问道 你为什么到泰山神那里埋怨我呢 张善友道 我的儿子和我的妻子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 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从我身边带走 阎王命人将张善友的儿子带到殿里 张善友见到他们很高兴 就叫大儿子一起回家 大儿子说 我不是你的儿子 我是你的邻居赵婷玉 我偷了你家五十两银子 是为了安葬我的母亲 现在我已经报答了你 我和你的恩怨一了 张善友听了这话 心里非常难过 他转向二儿子道 那你跟我回家吧 二儿子道 我不再是你的儿子了 我是五台山的和尚 你欠了我一百两银子 但你已经还给我了 一切都已经解决了 张善友一听 大吃一惊说 我怎么牵你的 牵你什么 这时之间阎王大喝一声 打开地狱之门 把李师带出来 大门一开 张善友就看到妻子带着沉重的枷锁 慢慢地拖着脚步向他走来 张善友问道 怎么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受这样的苦 李师大哭道 我不该骗你 贪了那和尚一百两银子 如今我在地里还要受种种刑罚 我深感悔恨 张善友道 我以为你把银子还给了和尚 没想到你在说谎 把银子占为己有 你真是自作自受 李师抓着张善友的袍子 咬牙切齿 大声哀嚎 就在这时阎王大喝一声 紧握的拳头 重重地敲在了审判台上 一声巨响 如炸雷一般 张善友醒了过来 他抬起头 发现自己正躺在泰山神像前 他意识到自己的元神去了阴间 现在他彻底明白了 自己一生中所发生的一切 无论是好是坏 都是夜报的结果 即使是最秘密的行为 也逃不过神的眼睛 他不再悲伤难过 决心更精进地修行 更加勤劳地为别人做好事 后来他得到了回报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这些传统故事 请订阅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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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